葡萄皮你别再扔了 做成葡萄味的玉米果冻 QQ弹弹 好看又好吃 不要浅的葡萄 用剪刀剪下 加入一勺面粉 这样清洗得更加干净 葡萄用刀划脸刀 这样更加容易脱皮 锅中加入500毫升清水 放入葡萄皮 小火熬制果汁 捞出果皮 加入一勺白糖 30克白凉粉 给它搅拌均匀 倒入模具中 放两领固给它脱模 葡萄味的玉米果冻 这样做非常的好吃 您需要费了吗 喜欢学费的朋友 点亮爱心支持 感谢大家 准备两个又粗糙大的茄子 茄子洗净 改上十字花刀 全部改成这个样子 六层油温下锅炸 炸成这个熊样 捞出控油 锅留少许的油 放入不要钱的肉末 把它炒香 加入葱蒜干辣椒 放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 加毛油酱油 淋巴前的料酒 少来点米醋 翻炒均匀 加入一碗水 放鸡精白糖 下入茄子 盖上锅盖 大火烧五分钟 肉末烧茄子就做好啦 每天恭喜美食 什么都不求 只求您一个双鸡 给一个就给一个吧 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 请双鸡关注我 感谢大家 鸡蛋汤在家里这样做 简单又好喝 如果您看完这个视频 还没有学费 我就骑着毛鲤去你家教你 准备干豆腐 木耳 胡萝卜改刀成末 两个鸡蛋打三打匀 水开放入所有的配料 加入生抽 酱油 盐 鸡精 胡椒粉调口 煮出香味 硬湿淀粉 薄薄的打一层芡 鸡蛋液 边甩凍 边搅拌 小弟每天分享美食教程 特别适合家里面做 如果你有缘点开这个视频 给个免费的双鸡关注 方便日后的查找 最后撒上香菜末 出锅装盘 您需要费了吗 需要费的朋友们 给小弟一个双鸡 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做鱼香茄子 千万不要过油 因为那样做 既浪费又麻烦 首先茄子切段 然后切成大大小小的块 切好的茄子 加炒菜两倍的盐 腌制五分钟 腌出多余的水分 然后加清水 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小做菜 麻烦你给个小红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锅中油热 倒入五摩前的肉末 煸炒出油脂 加葱姜蒜 煸炒出香味 加豆瓣酱 炒出红油 倒入茄子 加生抽 老抽 陈醋 蚝油 白糖 大火翻炒个两分钟 有条件的撒点葱花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鱼香茄子 既方便又好吃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做鱼香茄子 千万不要过油 因为那样做 既浪费又麻烦 首先茄子切段 然后切成大大小小的块 切好的茄子 加炒菜两倍的盐 腌制五分钟 腌出多余的水分 然后加清水 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小做菜 麻烦你给个小红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锅中有热 倒入五摩前的肉末 煸炒出油脂 加葱姜蒜 煸炒出香味 加豆瓣酱 炒出红油 倒入茄子 加生抽 老抽 陈醋 蚝油 白糖 大火翻炒个两分钟 有条件的撒点葱花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鱼香茄子 既方便又好吃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哇 哇 真好好吃 嗯 这柔子好好吃 嗯 这好脆啊 好好吃 这么好吃 嗯 好好吃 而且这么脆 嗯 我之前看 我总觉得 多多少少有点的成分 嗯 真好吃 嗯 师傅 我跟你学学这个 太容易了 这 半就行了 我去拌吧 拌吧 特别好吃 漂亮 排骨汤怎么做才好喝呢 很多人第一步 就做错了 排骨冷水下锅 加葱姜料酒 煮五分钟 捞出洗净 倒入砂锅 放入姜片 玉米 胡萝卜 红枣 加热水 小火炖五十分钟 加入山药 再炖十五分钟 最后加盐 枸杞葱葱花 就可以出锅了 排骨汤这样做 清甜营养又健康 赶紧试试吧 喜欢学会的朋友 点亮爱心支持 感谢大家 你知道饭店里 优先后催的炸香菇 是怎么做的吗 今天悄悄的 把制作方法告诉你 洗净了香菇 四种小朵 撒盐 腌出水分 挤出 碗中打入一个公鸡蛋 给它打散 重点来了 倒入一袋小酥肉专用粉 这是酥脆的关键 加适量清水 搅成酸奶状 再加一勺食用油 搅拌均匀 香菇裹上面糊 六成有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即可捞出 您学会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呀 赶紧制作起来吧 谢谢大家